说 坐了没 你看那边 雨萱 雨萱海来了 快走 这也太明文章版了吧 真有种啊 冷静冷静 怎么冷静啊这 小元 你也来了 这么大的太阳 你也不知道戴个这样貌 刺激啊 要好戏看看 小元啊 那边有吃有喝的 别客气啊 好的 我不会客气的 过来 嗨 嗨 雨萱 你听我解释一下 你听我解释一下 你说我带她来 怎么她又来了啊 哇 有点气 有点气 别闹了 这个好吃的 弄得我一点男人尊严都没有 给我吃买 要抢我的吗 要抢我的呀 好了 我解释给你听 是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她就在我家门口等着 我才不信呢 这么久手机都关机 两个人说不准干嘛去了 你有完美吧 她是我朋友 我带她来怎么了 你都答应我不带她来的 你现在不光把她带来了 还冲我发火 你什么意思啊 不理你了 好啊 嗨 月海 这边好吃的 快点过来啊 上班去拿着 你管不着 小心 语萱怎么不过来跟我们一起玩 没事啊 快花球啊 臭命啊 臭命啊 你应该过去陪陪她啊 好了 我们自己玩 接好了 小官 快来啊 来来来 给我 快点 叫我一个 来来来 雨萱 怎么不过去跟大家一起玩啊 我有点累了 我只不过是意外出现了一下 就让你们吵成这样 你不行呢 看来 你们俩的感情太脆弱了 谁说我们吵架了 没有吗 云海是这么说的呀 雨萱 我跟云海之间的关系 比你想象的要亲密的多了 快快快 我这边点 你去和他们玩吧 我不需要你赔 来 看好了 我打累了 坐一下 传过来传过来 要不要我这种云海灘一下 不用 再来 我都要看看 他会不会来向我道歉 看谁在那心里重要 好香啊 加火 加火 太好吃了 来来来 马上就好了 快来啊 快来吃一汗就好了 很香啊 给我好不好吃啊 拿着拿着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好吃好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云海 我们去那边捡贝壳 那边好多贝壳呀 你们去吧 我还要搞东西 好 来 你陪我去 走了 你陪我去 快快 我跟你说 我觉得 这次雨巡 好像是误会讲员了 我觉得云海 真的是把讲员当普通朋友的 这回呢 咱们俩的看法 终于有一项是一致的了 我觉得云海恢复记忆以后呢 在那两个女人之间 好像变得更累了 还不如示意的时候呢 你到底是哪一头的 你贴检了你 对 你们两个不捡贝壳 云海 走啊 捡贝壳去了 我们去玩 等我一下 喂 你们都走了 考这么多谁吃啊 翻开日记 整理破碎的心情 不知怎么 你什么都已记不清 但我相信 只要相爱就有努力 但是换来 一次又一次睡 给你吃 你我得 要扔了的东西给我吃 我才不稀罕你 喂 要是不吃的话 我真的扔了 扔吧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爱给谁吃给谁吃 最好喂给别人吃 你让我喂给别人吃啊 我偏不 我就要喂给你吃 我不吃 吃一口嘛 就一口 我还不给了呢 你敢不给我吃啊 没事吧 给我吃 喂的怎么样 好吃 好不好吃 好吃啊 我也吃一口 给我吃 我都快饿死了 给我吃 不吵我气了 好吃 好吃 你吃你吃 给我吃点 好好吃啊 给我吃 再吃一口 这烤得不错 怎么不见鱼还跟鱼 他们俩昨天晚上吃海鲜拉肚子了 又上洗手间去了 你们俩怎么样 没怎么样 就是拉肚 就赖你 什么烤鱼嘛 就是蟹药 那你别吃啊 你还有纸吗 送纸啊 上官 让小玉送纸 好 小玉 有纸吗 鱼熏拉肚子了 来来来 坐这儿 没想到你这个样子 本来有事要跟你说的 我也没想到 吃一个烤鱼也能拉肚 你要说什么 你呀 注意一点 我注意什么呀 明白了吗 不明白 我跟你说 有些人呢 你是这样看待他 但未必其他人也是这样看待他 你懂吗 这时光你跟我说这么重要的事 等我啊 等我回来说 小心一点 东木 东木 你说我明天中午给云朵准备浪漫的午餐怎么样 可以 加点烛光吧 没问题 午餐要什么烛光啊 你忽悠我 妈妈我去开 请问您是 我是雪村大哥的朋友 你找我舅舅啊 对对对 那你进来坐吧 好好好 谢谢你啊 妈 我舅舅的朋友 舅舅 有人找你 您是嫂子 不不不 我是他姐姐 您是 我是雪村大哥的朋友 你好你好 你好 都坐吧 坐坐坐坐 都是自己家人 没那么客气 坐坐坐 哎呀 你看这饭 舅舅你快点 哎 最后一个 哎呀 星思大哥 来来来来 坐坐下 哎 上回我跟你说那事 你考虑的 边吃边聊吧 哎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姐 我们出去吃 那个书便再说点事 走走走 我请你 不用不用 醋炸蛋饭的挺喜欢的 哎 是真的 不行 这醋炸蛋饭怎么能招待客人呢 那个 来 我带你去门口那个浩海大酒店 啊 哈哈哈哈 那我就不打扰 对对对 你别打扰了 哎 姐 那那那我们先走了啊 哎 我跟你说 对 锁好门啊 走走 这挺活的 死吧 吃啊 吃菜 看什么呢 吃菜啊 哥 这个就是你说的浩海大酒楼啊 啊 对 来来 那不是什么 浩海大酒楼 浩瀚的浩 大海的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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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